哈囉 大家好我是PIN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今天的話是我們的雙周登陸的最後一天 那這邊的話會送我們強者招募券車椅師 跟我們這甜美甲面的這個吊墜 那甜美甲面這個吊墜的話 應該也是他的那個… 升階的東西吧 就是升我們那個角色的東西 那最近的話基本上 哲平都在瘋狂打素材啦 所以還沒有就是來升一下我們的那個甜美甲面喔 對 應該就是他那個專武的 所以 甜美甲面專武這邊的話 他是可以拿我們的 就是 從我們這個雙周登陸裡面去拿 所以還算是不錯喔 至少跟我們同地是不一樣 同地是要用抽的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基本上會獲得蠻多卷子的 那 今天的話呢 我想阿 我們今天就來抽一下好了 因為我想說就是我們之前那個新手的那個活動 是都還沒有把它抽出來嘛 就是我們的這個 欸…招募特權 那招募特權的話這邊基本上的話呢 他20抽會取得一隻SSR角色 雖然這隻SSR角色是弟弟王跟疫苗人跟背心大師喔 那這邊的話 哲平應該會選背心大師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背心大師還算是…還蠻好用的 而且哲平昨天的話也把它變成那個三星角色 所以應該還算是…蠻OK的囉 然後 同地最新是升了四星的 然後他應該就要慢慢的那個來做一些事情囉 那這次的話我想說 我…不然我先把那個黃卷抽完好了 因為黃卷這邊的話 也是有機會可以抽到一些不錯的角色 看一下那邊抽到阿修羅的獨角仙之類的 那強者招募卷的話 因為我也是想要說… 看要不要抽抽看龍卷啦 然後…看一下 嗯… 嗯…那我們這邊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 目前來說我們的話這邊的特權招募 這邊只有八次嘛 對不對 那八次的話我們還差12次 12次的話大概是120抽 120抽的話這邊換算起來的話我們還要再100抽 那還要再100抽的話 這邊只能再買31張卷子的話呢… 呃… 欸… 好啦 我們先試試看手氣好不好 這邊搞不好就直接抽到一隻不錯用的角色了 結果就好笑了這樣子對不對 好 來 我可能笑不出來 喔 微笑男終於出現了 喔 太好了 在我們的那個… 第一階段的那個就是… 手辦那邊是終於就是OK了 沒有問題喔 好 沒問題 微笑男 好 再來一隻阿修的獨角仙 好不好 如果我們中阿修的獨角仙 我就不去抽了 我不管對手是什麼都絕不會手軟 好 沒問題 獸王 獸王 獸王真的已經快要五星了欸 真的還不錯 有沒有 來一隻SSR8 喔 正在逮路世界 沒東西 哼哼 食物來了 這什麼 哇 最近很常抽到文少女欸 他是不是有點愛我阿 古蘭斯我的老婆阿 不錯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沒東西了 我想一下阿 我想一下 因為我…嗯…我在思考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要留 又想要抽 不然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啦 因為我們應該要好好的來抽一下 就是把我們東西抽完嘛 對不對 這樣 我們才可以 就是先把裡面的東西拿好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活動也算是一個保底阿 我們布塔拿出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對不對 是不是 大家說是不是 但是裡面的話 基本上是有一隻我們的背心大師吧 所以… 好 那我們最近的話 應該就來拚一下我們這個特權好了 那 目前來說 今天的話還有27張卷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抽 20連抽 那這幾天的話應該都會連續抽 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抽到一些好的角色 那如果抽到龍卷的話 聽說就可以跟我們的原子武士 他們打一個什麽一波流什麽東西鬼的 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抽到 那最好是可以再抽到一隻 阿修獨角星之類的 OK喔 沒問題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補個3張好不好 我們補3張起來 我們來做30抽 欸 660 沒問題 好不好 這30抽一定會抽一張SSR啦 信不信 來 開 開 黃金亮起來 阿修獨角星出來 誰敢輕菌妄動 我就把他燒成膠蛋 這是青焰吧 哼 上次叫他青焦 這是青焰喔 沒有問題 什麼的青焰 再來下一個 SSR 欸 我們很久沒抽到SSR了耶 是不是該來一隻了 喔 有有有有有有 我還要上補習班可以先回 哇 不要是同地吧 我這次根本就是同地帳號吧 哇塞 怎麼那麼多同地啊 哇 哇 雙SSR 各位 背心大師也出現了 這次真的還蠻賺的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大概 大概 大概就沒東西了 欸 第一次 第一次雙SSR耶 太爽鳥喔 哇 真的是太爽鳥 哇塞 這個很棒 好不好 有史以來最賺了一次了 是通到我們同地跟背心大師 雖然這兩隻我都有啦 他怎麼不來一些其他的 你們待會 又再來一隻龍卷 我們今天就 發了 喔 沒有 我需要的不是防身術 而是絕對的破壞力喔 喔 沒問題 是我們的傑諾斯 欸 今天運氣還算是 蠻OK的耶 直接 第一次 抽到兩隻SSR喔 還行還行 但是 蠻可惜的 抽到的不是龍卷 但是我覺得有抽到同地 還算是蠻OK的啦 這邊我們就可以領取了 喔 這是怪人的耶 哇 又是怪人的 好 那這邊我們還差9次喔 所以還要就是 90張卷子 應該是 還行好不好 就慢慢來就可以了 那個慢慢來 就是先不要那麼急喔 哇塞 欸 我真的覺得我們今天 有抽有保佑耶 好險我們有抽 不然這邊的話 就可惜了 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因為抽到同地 所以這邊的話呢 限界解除 這邊又多了 42張卷子 好不好 我覺得真的 快要可以把同地5星了耶 哇 還差2張卷子 這個慢慢來 哇 真的很棒好不好 然後我們背心大師 這邊也是可以來一個就是 大大的提升了 沒有問題 所以 這一次是第一次 我抽到連續兩隻SSR角色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抽過這樣的 如果有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那你們抽到哪些角色也可以 可以分成 我跟妳講給哲平喔 居然是抽到同地 我覺得同地真的是蠻愛我的喔 說真的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開心到直接破音 那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後來的話 我們就來打一下我們弟弟王了 弟弟王的話 我們基本上 我覺得弟弟王的關卡 算是比較難的關卡耶 所以我之前還卡到我們第八層 但是現在的話 我們同地已經升起來的話 看一下能不能把我們弟弟王給他解決 哇 今天的這個 30抽很賺喔 超級無敵賺的 直接抽到兩隻 SSR 哦 冒喜冒喜 看來我的運氣真的不錯 咦 我們今天 哇 傷害很高耶 第八層 打得還不錯耶 你看 一下又可以把他們快要打死 看來是OK的喔 那因為我們弟弟王跟那個就是 跟我們那個深海王兩隻的話是 不會有那個就是小兵出來的 就是 不會跟我們天空王一望叫小兵出來用龍泉風 所以 算是比較安穩的一個關卡 但是 弟弟王的話他會就是讓你著火 他著火的角色攻擊 有沒有一些角色的話 他會來追擊喔 那 比較麻煩的就是這一點 那 深海王的話他就會有一個 輕蝕的效果 所以這兩隻的話 基本上大家在通關來說的話 也是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因為 不是說那麼的OK喔 儘管也有我們的一些就是能夠 守住的東西 但是也沒有說很OK 哇塞真的是 第八層對我們來說現在像是在 切豆腐一樣啦耶 你開始有感覺到我們的那個 能力有所提升了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的弟弟王就會先發這個 那這個東西我們只要去攻擊的話 他就會來追擊我們喔 所以這要非常小心一點點喔 有沒有 喔唷 而且他打得非常痛喔 這邊大家不要小看他 我覺得目前來說 我們這次應該可以拚拚看就是 呃直接就是打弟弟王耶 就是不用用那個奇遇老師 直接打弟弟王看一下會不會能夠打他 唉唷好有點痛耶 哇塞 水喔 我們招式全開 應該是可以啦 這第八層還OK 第九層應該就沒有辦法了 還行喔 來 來我們的機械B攻擊 我們這次賬號根本就是童地賬號吧 超強耶 不管怎樣都抽到童地 我希望哪一天可以抽到原子武士就是了 沒問題 打贏了 來看一下我們的第九層 第九層可能稍微就比較難一點點 可能就沒有這麼好駕馭了 來看一下喔 那最近的話應該也會把我們田小面練起來 因為剛剛有拿到他那個專武的那個吊墜嘛 基本上不錯 雙周登錄了十五天喔 只有你十張卷子再加上我們一個那個吊墜還行 唉唷不錯耶 欸我今天真的是 有點開心耶 因為我們 好不好 中兩隻SSR 我們已經很久沒中SSR了 我忘記我們昨 就忘記我們最近忘記了一個蠢式這樣子 因為最近真的幹了一個很大的蠢式 我們居然好不好 忘記了我們的原子武士我的天 唉我真的是忍不住想要來抽卡了 因為我們原本就是 卡片就是要留給那個 原子武士那40抽啦 結果 居然沒有抽到好不好 直接氣我一巴 真的是氣死我了 這個的話先撞一下上面就好了 然後下面就是可以用原子武士砍死 好 額外的然後打 打 感覺這個的話應該 也沒有說很好打喔 因為待會比較麻煩就是他的那個弟弟王的那個火焰喔 他會讓你那個 生不如屎喔 因為他你只要燃燒的話你去打他他就會過來打你這樣 而且他的傷害還蠻高的 所以目前來說我覺得排起來的 你怎樣 你為什麼可以先打我們 哇塞 哇這次還沒有暈眩 我天這這樣有點慘喔 這不是個好消息呀 不過這個應該跟那個天空王打 我覺得還是天空王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他會造小朋友這樣 加油加油 先把他們給避掉 這一次我們的生海 喔不是 這次我們弟弟王是沒有暈眩的喔 所以要小心一點點 小心一點點 好先把他們抓死 浮宮 可以吸收 喔? 他們會額外的耶 他們可以打出個 哎喲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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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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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一次的話可能有點慘 有沒有看到 這邊直接被他消到 消到我們快沒血了 不過基本上如果大家打不贏的話的話還是可以重複打一次啦 因為 他有時候技能又是觸發的問題 像我們的銅帝的話 有時候暈眩 喔唷 我怕了 哇靠 哇靠 我不贏了 地底王第九層沒有辦法 你看他把我們直接燒成這樣欸 燒成垃圾一樣欸 不行 哇 好啦 那這個地底王我覺得真的 可能還是裡面算是比較難的關卡 我覺得其實三關都有他需要的一些 就是攻破的一個方法啦 所以真的蠻有趣的 然後還蠻期待就是70等之後的一些東西喔 好 那目前來說是我們的神秘商店的 阿修羅毒小仙特點喔 那就是你只要開啟神秘商店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拿到我們阿修羅毒小仙對片 不過那個碎片的話基本上是要鑽石購買的喔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雙周登錄的東西啦 因為我們雙周登錄他是送了我們10個那個 呃 英雄的那個招募券 然後還有送我們那個 送我們這個甜心駕面的一個那個專武喔 就是我們這個吊墜啦 還不錯好不好 直接送你一個專武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是順利的抽到兩隻SSR 哇 真的有點賺喔 是我們的同弟跟我們的背心大師啦 雖然這兩隻我都有的 但是有抽到SSR總比沒有好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完蛋到這邊啦 那你們有沒有一次抽到兩隻SSR過呢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每一張時間中的尺點跟晚上 我們這邊晚上切換成縣點的影片喔 大家來看一下啦 各位視頻我們下面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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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